关山镇这几年大推黑金产业 老菜鲍的价值再次备受瞩目 种萝卜 腌萝卜 就几乎成了关山镇地区农夫 在二期稻作修根期间的必备行程 果香萝卜 菜鲍香肠 菜鲍蛋卷 等等萝卜相关的产品也一一推出 让关山镇渐渐掀起萝卜风潮 关山镇有两千多公顷的农田 农民在这个秋收的季节 就是会种一些杂粮或者是萝卜 那农民种萝卜的原有已经很多年了 那关山镇公所因为推广关山米 也讨论到萝卜这个区块 就最先是从一个叫做黑白配的一个计划来产生 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四年了 然后陆陆续续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社区 整个观山镇都是 这个季节几乎就是萝卜的季节 连续举办四年的千人拔萝卜 在今年也不例外 就是要让这股萝卜风潮 不仅要在镇上掀起热潮 还要延烧到全台东 我们在元月31号礼拜六 也举办了千人拔萝卜 我们这公所全体动员 为了促销地方观光也好 农产业也好 我们有这样的活动 也都欢迎各地的好朋友观光游客来参加 想动手做烟萝卜 做菜脖 不如也自己动手拔萝卜 品尝一下萝卜的清脆甘甜 也体验一下农村田园生活 东台新闻范耀玲 黄欣平 在观山镇的采访报道